《三高》 《三高》 大家也听了很多 可否请医生说 《三高》对于飽血管 其实我们不健康 吃很多高胆固醇和高脂肪的东西 现在有时流传 很多人说 胆固醇不关事 其实是关事还是不关事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资讯 有些说不关事 你吃多少只蛋也可以 蛋又是否要控制住 《三高》主要的问题 主要是血管生失 成因是胆固醇俗氧化 形成血管内壁 当血压高时 会导致血管内壁容易受损 很容易形成纤维斑块 糖尿也是 胆固醇也导致纤维斑块形成 为何坊间有些资讯说 好像胆固醇说不关事 为何这样说 一般来说 我们吃的食物 我们在身体里面 胆固醇的水平 其实三成是由于食物吸收导致的 七成是肝脏制造的 所以当然食物是很重要 但食物也不是单单一个原因 有些病人说 我吃的食物很清 为何胆固醇还会高 其实可能有些病人是天生 他本身是製造很多胆固醇出来的 肝脏 就算他本身吃的食物很清淡 可能也不足以降到胆固醇很低 所以病人就算你说 我也是很不想吃的 胆固醇也很高 其实就算你任何解口 可能都做不到 但他希望达到的水平 但也不是这样意思 不如乱吃东西 因为始终有三成都是在食物里面 例如什么食物我们所谓的高危 但蛋黄 其实不只是鸡蛋 所有蛋的类型 例如鸭蛋 鸩鸩蛋 所有蛋类都是含高胆固醇的食物 第二就是可能所谓的红肉 尤其是肥肉 肥牛 打边路 或排骨 连肥位 那些是很高胆固醇 动物内藏 腰腫的也是很高胆固醇 所以我们尽量叫病人 不要吃那么多动物内藏 胆固醇 胆固醇是很高的食物 至于海鲜类 我们通常是比较不高 例如病人吃鱼类 背壳类海餐 所谓的龙虾 鮑魚、魷魚、貝殼類蜆、蠔 那些都是一些非常高膽固醇的食物 如果有這些情況 我們都會叫病人儘量避免吃這些類型的食物 即食了會積住身體的嗎? 其實所有東西都 譬如脂肪做運動會消除 膽固醇是否通過運動或某些情況會消化或排出 做運動都會幫到 做運動如果適量的運動 其實都可以幫我們降低膽固醇的水平 不過當然食物都是一個很重點的環節 但我提過最重要的是定期要做一個身體的檢測 因為很多時候膽固醇高 如果未有病發症的情況 未導致血管硬化 甚至乎引致病徵的情況 可能有些病人所謂有些隱性觀心病 可能血管已經很窄 甚至乎腦內的血管也是很窄 很高危有機會中風 但病人是完全不知道的 所以我們鼓勵這些病人 最好每年做一次定期驗身 驗血 看血裏的水平 血糖 膽固醇 定期看著血壓 從而判斷有沒有三高的情況 因為中風 剛才所提到 要突然腦內的血管砸 一來就來 病人突然間很短時間之內 在人一邊身動不了 說話口齒不清 現在我們老神經科醫生 很多時候都教病人 要留意一個情況 所謂譚笑容兵 這四個字很適合處理中風的情況 為甚麼呢 很多時候病人經常問我們醫生 中風是甚麼病症 所謂譚就是很多時候說話 他講不清楚 所謂譚就是表達語言不清 笑就是他笑的時候 臉有鴛鴦 一邊高一邊低 用甚麼呢 用不了手或腳 或手和腳一起 一邊身無力 如果有甚麼情況 最重要是第一時間 所謂班救兵 需要去急診室 打狗狗 或去私家醫院 見私家醫生 盡快處理的情況 因為現今醫學上來說 發覺如果越早處理 對病人康復的影響很大 尤其是病人 如果在病徵 病發之內 四個半小時發炎的情況 有部份的病人 適合做一些血溶的治療 透過一些靜脈注射 所謂黃金三個 三小時 或現在是四個半小時 希望可以做一些靜脈注射 突然間大血管 可以幫他打通 從而令到血液 供應的腦部 得到平衡 回復 研究顯示 大大可以減低病人 將來的殘障 和可以減低死亡率 所以如果及早發炎的病 及早見醫生 是絕對可以幫到 不過亦都要跟很多病人 有些病人可能會說 我是否四個半小時一定 過了四個半小時 便不能醫治 絕對不是 因為都不是每一個病人 四個半小時 適合做這些血溶治療 要看病人中風的大小 年紀 有沒有收到一些主要的血管 還有情況 有沒有出血性的併發症 這些一切都要由 老神經科醫生做一個判斷 選一些合適的病人給這些藥去 和判斗 人工都知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